这两天重大消息接连不断 一条是世卫组织表示确定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 另一条是美国疾控中心承认多个领域决策失误导致美国病毒加速传播 这等于给特朗普蓬佩奥之流当头一棒 当地时间5月1号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强调 在不断听取无数科学家意见后得出结论 很肯定这个病毒来源于大自然 几乎在同一时间 美国情报局局长办公室也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表示 情报界同一科学界的广泛共识 即病毒不是人造的 也未经过基因改造 美国情报官员公开承认 卫星等其他工具并未发现武汉病毒研究所 或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附近有异常活动 这两个声明等于给了美国病毒阴谋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而这其中最大的两个阴谋论者 就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科顿在疫情刚刚爆发就造谣诽谤 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 蓬佩奥则是美国政府中 第一个用所谓武汉病毒来污蔑中国的美国高官 而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顾问 就是前段时间抛出共和党谎言红批书的 美国共和党御用战略师布雷特奥唐纳 让特朗普政府沮丧的还不仅仅是上述两条消息 当地时间4月30号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副教授哈纳奇指出 在3月中旬美国境内爆发的新冠病毒 更有可能来自于美国国内而不是来自海外 耶鲁大学的研究显示 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明显分两个阶段 第一波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即便蔓延到了西方很快就控制住了 真正引发严重后果的是第二波疫情 这一波是以欧美为阵中的爆发 爆发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真正让美国局面失控的是 美国本土本身就有的病毒 或者是从欧洲进入到美国的 也有可能是这两种途径双管齐下 而日本的最新研究也显示 导致日本疫情突然爆发的新冠病毒 从欧美传入日本的可能性较大 美国加州已经开始对 从去年12月到今年4月的尸体进行尸检 如果在12月份就有人死于新冠病毒 那就意味着美国在去年11月就存在新冠病毒了 也就是说美国极有可能是病毒最早现身的国家 这也就意味着特朗普试图嫁祸中国 已经没有了事实基础 而当地时间5月1号 美国疾控中心在其官网发表的一份报告 更是把特朗普政府的种种失误 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这份由美国疾控中心首席副主任 安妮·舒哈特专写的 题为2020年2月24日至4月21日 美国新冠疫情开始和扩散时期的 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报告指出 从2月2号起宣布限制来自中国的非美国籍旅客之后 美国并没有限制欧洲旅客 导致了2月有近200万人从欧洲入境美国 3月份在纽约大都会地区收集的读出测序表明 其来源于欧洲和美国其他地区 除了旅行禁令执行范围判断错误 美国在国内活动和聚会限制 高风险人员与工作人员密切接触的场所 社区传播等多个领域决策失误 也导致了一些早期病例混迹在人群中进行传播 同时美国流感季节也使得一些新冠病例 没有与普通流感区分开 报告指出 正是特朗普政府这一系列的失误 最终导致了病毒在美国加速传播 也许是已经意识到甩国阴谋已经破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不再诈呼 所以向中国索赔了 但问题显然不能这样就完了 既然美国情报局长办公室声明 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的 那么之前为什么不发布声明 是不是害怕追到最后会把美国见不得人的阴谋挖出来呢 据美联社报道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近日向他提交了一份最新民调 数据显示 由于特朗普在抗议过程中的糟糕表现 导致他在一些州的支持率不断下降 美国舆论指出 特朗普在很多关键州落后于竞争对手拜登已成为事实 而拜登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做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 支持率却反超了 可见特朗普的表现有多么糟糕 以上是第一军情为您报道的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